大家好,我是赛赛 据换全网消息 在结束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日内马会晤之后 当地时间6月16号 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外访之行也画上了句号 然而他在欧洲大谈价值观外交、民主国家团结时 美国国内却一地鸡毛 6月15号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正式超过60万例 同一天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报告说 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和反政府民贫组织等本土暴力极端主义者 构成的威胁在加剧 6月14号 美国非盈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 公布最新的统计数据 截至6月13号 美国发生造成4人及以上受伤或死亡的大规模枪击案274起 造成8922人死亡 17221人受伤 枪支暴力达到20年来最高点 尽管美方急于宣称 拜登此行收获了外交胜利 但美国国内的重重乱象让人不惊要愤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呢 如果说新冠疫情死亡病例突破60万 拜登政府还能够把责任甩锅给前任的话 那么无论是枪支暴力达到历史高点 还是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4号前 实现全美至少70%人口 完成一剂新冠疫苗接种的承诺 都凸显拜登政府在事关美国人民 生命权和健康权等关键事务上的法例 更是白宫无力处理美国人权顾及的又一例证 以控枪问题为例 拜登在4月8号公布相关控枪行政令时 曾将美国枪支暴力称为美国的一种流行病 然而多年来 美国在射枪问题上早就陷入了枪越多越不安全的怪圈 而看似强大的枪支管控体系实际上形同虚设 控枪立法更是因为涉及宪法多年无果 此外重重乱象凸显了美国社会的分裂症 虽然美国社会的撕裂与对立早已经不是新闻 但其程度之深烈度之广仍然令人感到吃惊 4月25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有82%的受访美国人认为美国处于分裂状态 种族和政治紧张局势也正在加剧 拜登就值百日之际发布的一系列民调也显示 美国民众对拜登政府的认可程度呈现出来高度分裂的状态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96%的民主党人对拜登的工作表示满意 仅有10%的共和党人支持拜登的工作 两者之间的86%的差距 也是刷新了特朗普就值百日时77%的季度 从这些角度来看 拜登团队高调宣扬 此次欧洲型的成果 更像是急于寻找一块遮盖白宫无力推动国内议程的遮羞布 面对此情此景 义务不扫的美国政客们 又哪里来的底气对他国事务之中画脚呢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 美国自己生了病 还要装成医生给别人把脉开药 汇集计医的结局往往是病入膏肓 最终无药可救 大家好 我是赛赛 我正在参加今日头条和新华视频 联合发起的媒体人周刊活动 今后我将在这里持续分享观点 记得为我点赞 如果你也是有话要说的媒体人 欢迎发布视频并投稿活动 丰厚的现金和荣誉奖励等待着你 抖音